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我的耳朵痒 这样好些了吗 是的 谢谢你 午餐时间到 你今天想吃些什么 佩德罗 我想吃一大粒面 还有海绵布丁 谢谢 你居然可以在床上吃饭 是的 看起来很美味啊 棕熊医生过来看看佩德罗的情况 今天感觉怎么样 佩德罗 我的耳朵感觉有一点痒 就是这儿 嗯 我看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要跳舞 音乐停下的时候 就要像雕像一样不能动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要跳舞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眨眼睛 你 出局了 乔治 你刚刚动了 你也出局了 理查德和埃德蒙都出局 所以最后是莎莎赢了 太好了 你赢了一块奖牌 它可是用真的金色塑料做成的 妈妈 音乐雕像的游戏结束了 非常好 现在来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吧 好的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包裹传给别人 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拆掉一层纸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你怎么了 乔治 快把包裹传出去 埃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 你快点 理查德 你现在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 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 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 快把包裹传出去 哦 糟糕 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 不行 乔治 这块奖牌是沙沙的才对 这个看起来好像非常容易啊 你想来试一下吗 是的 我想试试 黏土摸上去黏乎乎的 全部都弄糟了 怎么办 在陶义转盘上做一个茶杯 一点也不容易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做茶杯 首先我们要把黏土 搓成长条形状的 就像这样 像一条扭来扭去的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黏土做的 我今天要做什么 一条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接下来我们把黏土像这样叠起来 可是这样不就不平整了吗 接着我用手把它的表面抹平 然后再加上个手吧 这是一个茶杯 现在我们有两个茶杯了 没错 可一套茶具 光有两个茶杯可不够 我们都来做茶杯吧 好的 恐龙 乔治他自己做了一只恐龙 乔治总是这样 他就只会做恐龙 真是一只可怕的恐龙 现在我们需要把茶具 放到炉窑里烘干 炉窑就好像是一个烤箱 它会烘干黏土 让黏土变硬 现在茶具应该干了 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来上色 孩子们给茶具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现在茶具做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茶花会了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茶杯了 哦 我们忘记做一个茶壶了怎么办 我有办法 乔治做的这个恐龙就可以用来当茶壶用啊 没错 还有漫画 一份报纸 漫画 爷爷 水里面那根棍子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潜水艇 大家都做好准备 你们好啊 我的伙计们 是兔爷爷开着他的潜水艇来了 这真是个扬帆起航的好日子 还有这样的大海 还有天空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需要帮你买些什么东西吗 是的 请帮我买奶酪 奶酪 猪爷爷的船终于抵达了超市 你们好 今天真是安静的一天 你们是我的第一批顾客 大概是因为洪水的关系 哈哈 有点好笑对吧 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大家就都待在家里了 你们需要点什么 玻璃有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鹦鹉 谁是聪明的鹦鹉 哦 糟糕啊 玻璃忘记要买些什么东西了 幸运的是 我还记得所有人要买的东西 奶酪来了 谢谢佩奇 你真是个好孩子 报纸 还有漫画 谢谢你 佩奇 还好有佩奇去超市帮我们买东西 否则晚餐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这是你们要的巧克力 这下我们晚餐有吃的了 妈妈 佩奇和乔治终于回到了家里 睡觉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早上 洪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是泥坑 我想这个泥坑 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啊 但这是在晚上 而且还有风 什么呀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 我在进行一项冒险活动 好了吗 可是现在没有风啊 也不是晚上啊 你们需要想象一下 大家都安全地走过了想象出来的小河 太好了啦 干得好 我的小探险家们 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兔爷爷 你们的下一个探险项目就是 当过这个沼泽 这里面到处是鳄鱼哦 不过我一条鳄鱼都没有看到啊 你需要想象一下呀 要让这些鳄鱼知道谁是最厉害的 快走开 你们这些讨人厌的鳄鱼 没错 这样就对了 那么你有没有 当过满是鳄鱼的沼泽呢 这还用说吗 那么 你害怕吗 应该这么说 他们更怕我才对 怕好了吗 别忘了学我的叫声哦 大家都安全地当过了想象出来的鳄鱼沼泽 看得漂亮 我们接下来的冒险是什么呢 这个叫跳马 有经验的运动员能跳过去 就像这样 但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头恐龙 你们要从他的腿下钻过去 那么你 有没有从恐龙的腿下钻过去过呢 兔爷爷 当然 有一次我走在丛林里面 然后我一不小心就进入了迷失的恐龙世界 你们太棒了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哦 糟糕 猪妈妈从梯子上摔进了黑莓灌木丛里 妈妈 你可以出来吗 不行 我被困住了 你被困在了荆棘丛里 就好像是睡美人那样 什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公主 我们称她为睡美人 有一天 她在一片荆棘丛里睡着了 她就这样整整睡了一百年 很好 这个故事真有趣 佩奇 小羊苏西过来了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的妈妈现在在黑莓灌木丛里呢 而且她要在那里单身一百年 就像是睡美人那样 哈哈哈 然后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她 王子会给她一个吻 妈 哈哈哈 我的妈妈正在进行一场大冒险 真希望我的妈妈也能有一次这样的冒险 啊 有谁能想个办法把我从这里救出去 别担心妈妈 在一百年之后 就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你了 我就是那位英俊的王子 祝爷爷 把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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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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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碰上这样的事呢 站好别动 我们来摘你的黑梅了 快把这些摘好的水果 带回去给猪奶奶吧 奶奶奶奶 妈妈刚刚进行了一次冒险 然后妈妈摔进了灌木丛里 佩奇一个人都没找到 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回事啊 狐狸弗雷迪也来玩了 你好 弗雷迪 你好 佩奇 你在干什么 我们正在玩捉迷藏 可是我一个人也没找到 你需要我帮你一起找吗 你可以试一下 但你可能也找不到的 那你就等着瞧吧 找到你们了 你好 弗雷迪 你们在这 弗雷迪把大家都找出来了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很擅长闻气味啊 闻气味和捉迷藏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闻出你们的气味 就能找到你们了 很简单 我身上不臭啊 我昨天晚上明明洗过澡的 我知道啊 你身上的确很香 哦 我就算闭上我的眼睛 也能准确找到你们 快试试看 闭上你的眼睛 把苏西找出来吧 太简单了 快点藏起来 苏西 一 二 三 苏西在找可以让它躲藏的地方 六 七 八 九 十 你藏好了吗 我要来找你啦 这次弗雷迪闭上眼睛 再找苏西 他闻着小羊苏西走过的路 树的附近 灌不从后面 然后再回到山坡 找到你啦 哦 这多亏了我 灵灵的鼻子 这可是个超级鼻子 是的 你说的没错 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味吗 哦 是的 每件东西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你闻起来 有股花朵和惠林顿雨靴的气味 你的船这是怎么回事啊 猪爷爷 有个人开它的时候 撞到了一根柱子 狠狠地撞了一下 然后撞出了个大洞在那儿 你要好好保护你的船啊 可不能让别人偷走的 是的 你能修好它吗 当然可以 我要先来量量这个洞有多大 兔爷爷在用尺量猪爷爷船上破洞的大小 现在我要找些东西把这个洞补弃了 你居然知道怎么修船真是厉害 多年的经验积累让我知道怎么修好船 那么你修船已经修了多少年了 很多年 兔爷爷爷 兔爷爷收集了很多破洞烂铁 他用这些来修船 看这些 它们可是我的金矿 这明明就是一堆垃圾嘛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啊 比如说的 比如潜水艇 哇哦 兔爷爷用这些破洞烂铁做了一艘潜水艇 他真的能够使用吗 你们瞧这个 它的蓄水舱开始进水 所以潜水艇很快就沉了下去 但是再上来就没那么快了 你们瞧啊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 可是这不是洗衣机吗 就是这个东西 它能够修好猪爷爷那艘船 难道你要用这个洗衣机上的铁皮 来修我的船吗 是的 瞧啊 就和新的一样了 太棒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准备好要出海了 走 太神奇了 飘起来了 你好像很惊讶嘛 是啊 一般情况下 第一次会沉下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坐着这艘船出游了 这真是 一个好主意佩奇 这就是生活 坐着船出游 享受着大海 还有天空 圣诞老人的年纪 已经非常大了 他可能已经有几百岁了 他比我的爸爸还要老呢 圣诞老人的小屋到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你好啊 圣诞老人 你们是不是都很乖啊 是的 那么你们的房间有没有保持整洁啊 是的 那你的呢 那当然了 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礼物了 我想要一个足球 谢谢 我想要一家木琴 小园片游戏 一套变魔术的装备 谢谢 一定要赛车 我要弹力学 我想要火车 谢谢 一列玩具火车 不是 玩具火车 我要真的火车 那种我可以开的 可以有真的成个的火车 那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小朋友们都说过了吗 还有我们两个没有说 真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小猪佩奇 我们以前见过的 哦 是啊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佩奇 那圣诞礼物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够闭上眼睛 拜托了 呃 呃 我要的礼物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住在哪里的是不是啊 哦 是的 你多大年纪了呀 我已经有好几百岁了 我就说吧 嘿嘿嘿 再见了 圣诞老爷 你们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肉线派 还有 喝一杯饮料 我知道的 还要留一根胡萝卜 给你的讯录 哦 佩奇和她的家人 离开圣诞集市 开车回家去了 你帮好啊 噓 呦 苏西和佩奇参加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我们能参加你的秘密俱乐部吗 想要加入的话 可能有点难度 你一定要说出正确的暗号才能加入 沙拉拉玛 酷奇 沙拉拉玛 酷奇 这不是我刚才说的暗号 暗号需要一直更换 这样才能保持神秘呀 哦 那我们进了秘密俱乐部了吗 你们进来了 那我们要做点什么呢 我们秘密的做一些秘密的事情 还要秘密的执行 一些秘密的任务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可不可以教我们 怎么执行秘密任务 没错 教我们吧 呃 沛奇可以教你们 但是戴着面具的人 可是你呀 苏西 好的 那么我的秘密任务 就是去拿一些饼干 大家看好啦 小杨苏西 尽量不让别人看到它 妈妈 我可以拿点饼干 给我的朋友们吃吗 当然可以 你都拿去吧 谢谢你妈妈 小杨苏西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饼干 太棒了 噓 太棒了 你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呢 没有 只有一个大人吧 大家注意 你们想不想喝点果汁配饼干呢 你说什么饼干啊 你刚才拿给朋友们吃的饼干呢 噓 苏西 怎么回事啊 我们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执行秘密任务 可苏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了 噓 我能进你们的秘密俱乐部吗 拜托了 我一直很想加入这种秘密俱乐部 想要加入的话 可不容易哦 你一定要说出那个暗号才能够加入 暗号是什么 皮克尼嘟诺嘟 皮克尼嘟诺嘟 有一个故事讲给你们听 如果你们想听的话 不用了 想听想听 那好吧 这里有大海还有天空 然后我还在学班捉金 你们想听一首歌吗 不用了 想听想听 我今早起来 海洋还在哪里 天空也没有走远 大海要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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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奶酪 哦 我非常想念奶酪 还有一本新书 这书叫如何管理灯塔 这书应该对我很有帮助 为什么你的房子要叫做灯塔呢 我来带你看看 佩琪 上灯塔的楼梯是螺旋形的 一直通到了灯塔的顶端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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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叫它灯塔 是因为它有 一个大大的灯在最顶层 哇哦 它在黑暗中照亮海面 帮助海员们找到回家的方向 哇哦 在晤天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晤角 刀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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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好享受天空和海洋吧 好的 狗爷爷的船终于到达了海盗岛 看 我们用刷子堆的城堡还在这儿呢 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好的 一 二 在海盗岛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准备好了吗 我要来找了 找到你们了 现在就剩乔治了 狗爷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乔治 我放弃了 它在哪里 乔治一直就藏在狗爷爷的后面 乔治 快点醒醒 圣诞老人来过了 是泡泡器 和漫画 还有一个橘子 爸爸妈妈 今天是圣诞节了 什么 时间还很早呢 佩奇 你们去跟猪爷爷和猪奶奶说圣诞快乐吧 爷爷奶奶 不要慌张 动到甲板上来 今天是圣诞节了 现在才刚刚凌晨三点而已 但圣诞老人来过了 我们能看看他还在不在吗 不在 圣诞老人已经走了 瞧 胡萝卜饮料还有肉馅派都已经吃完了 他只留了一点碎屑 是啊 圣诞老人喜欢吃美味的肉馅派 圣诞树的下面还有很多礼物呢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我现在能打开看一下吗 等吃完圣诞午餐之后 再把这些圣诞礼物打开吧 哦 好的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吃圣诞午餐 我们来拉圣诞拉炮吧 你们看呢 这里面有一只帽子 还有派对喇叭 还有一个笑话 什么东西在天空中晃荡 这个我不知道 一架直升机啊 这个圣诞布丁真的很美味啊 是佩奇和乔治帮我一起做的 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那你有没有许过愿望啊 是的 我许的是 你告诉我们 我们去把礼物打开吧 太好了 这个是要给乔治的 真的是一辆赛车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呀 让我来看看吧 这块放在这里 然后这块放这里 你今天真漂亮啊 谢谢你 苏西 这条是我的新裙子 奇怪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奇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奇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呀 苏西说我是个话匣子 她还说我永远都不会安静 你现在就不这么安静啊 佩奇 不是吗 够了 我再也不会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就从现在开始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丹尼 你好丹尼 佩奇 她这是怎么了 她在意 不说话了 哦 谁想要吃葡萄 我想要吃 我也想吃 你不可以点头的 这算是作弊了 而且你也不能眨眼哦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佩戴罗 佩奇 她这是怎么了 她永远都不再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胡说 我才没有说那么多话呢 那么你呢 你还总是像这样走路呢 哦 看看我 我是小羊苏西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而且你还会这么说 密奇马七步八步 我才没有像你这样呢 这个样子是有那么一点像你 苏西 苏西 你其实也和我一样吵 我可以很安静的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佩奇 好啊 那么你来试试看吧 那我们都来试试看吧 我们去做给我妈妈看 妈妈 我们要一起保持安静 是非常的安静 甚至安静到 可以听到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 像老鼠一样安静 可你们一点都不安静 你们几个小家伙都很吵啊 就是我来问问题 然后你来回答 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 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 这太简单了 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 是的 你刚刚说了是 这不公平 我还没准备好呢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又赢了 佩奇非常擅长玩是或不是的游戏 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什么问题的 对不对 我不会介意的 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 我想你应该不能 哦 我放弃了 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 我赢了 你刚才说是或不是了 这个真好玩 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 你们玩过一个游戏叫杀丁鱼吗 那是什么游戏 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它 这个挺起来就好像是捉迷藏 但是当你找到它时 你要悄悄的 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 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 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杀丁鱼一样 那好吧 我们就来试一下 乔治 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 一 二 三 乔治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 九 十 躲好了吗 我们来找你咯 乔治 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 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 谢谢乔治 我找到你们咯 现在 克罗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 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 让让我 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杀丁鱼 小羊苏西穿上了她的护士制服 不要担心 我只是假扮的护士而已 请把舌头伸出来 然后说 啊 啊 这里是小兔瑞贝卡的家 请问你是哪一位呀 我是兔妈妈 家里一切都还好吗 是的 好的 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做一天了 那么兔小姐的其他工作要怎么办呢 我都要这么多朋友了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爸爸 你为什么会去买冰淇淋呢 哦 佩琪 我本来要去健身房的 突然觉得买个冰淇淋也很不错 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今天需要你来替她卖冰淇淋了 我可是很擅长卖冰淇淋的 能给我来一个樱桃味的冰淇淋吗 啊 这个是草莓 这个是香草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香蕉 请帮我在上面加上开心果和草莓 啊 草莓在这儿 哦 怎么都化了呢 要不然 给你来个冰淇淋汤怎么样呢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 你今天能不能替她去开公交车呢 当然可以佩琪 所有人上车 杨妈妈的车出现了问题 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 麻烦你来帮帮我吧 我马上就到你呢 为此造成的不便 我深感歉意 很抱歉给你们的出行带来的影响 请你们原谅 开公交车还是挺难的 卖冰淇淋也挺难的 当然 他们肯定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我的彩蛋 我把它们藏得非常好 这里有个彩蛋 佩琪在一个花盆里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这里也有一个彩蛋 小兔瑞贝卡在灌木丛下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太好了 我也找到一个 大象艾米莉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我好像闻到了一点巧克力的味道 狐狸弗雷迪有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鼻子 找到了 狐狸弗雷迪在一个水盆中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爷爷 爷爷 我们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这真的太有意思了 不过就是有点太简单了 对小孩子来说这可不简单呢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一个彩蛋也没找到 你们想知道其他的彩蛋在哪儿吗 巧克力彩蛋 啊 埃德蒙 我觉得你的耳朵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哦 每个人都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那么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猪爷爷 当然是把彩蛋吃掉了 孩子们 你们好啊 奶奶奶奶奶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巧克力彩蛋 彩蛋在哪儿啊 我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 他们在我们的肚子里了 还有你们的嘴上 爷爷是不是把彩蛋藏得很好 不是 大孩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 不过小孩子们还需要一点帮助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他们不喜欢当最小的孩子 来吃吧 小宝宝 来吃一口吧 他总是把他的头转过去 想喂亚历山大吃饭还是挺难的 你看我做 快看这里 飞机飞来咯 加历山大喜欢这样 他喜欢别人把食物假装成飞机 你来试试看吧 佩奇 看这里 飞机飞来咯 敞开嘴巴 让飞机飞进去 太棒了 刚才那个就是飞机 你能说飞机这个词吗 我跟你说过了 他还不会说话 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出他的第一个词呢 佩奇 你还记得你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 不记得了 你说的是妈妈 我以为佩奇的第一个词是爸爸呀 不是 是妈妈 那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恐龙 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是恐龙 有人的午餐看上去不错啊 是的 我觉得他该洗澡了 小宝宝亚历山大要洗澡了 这个就是恐龙先生 你能说恐龙这个词吗 佩奇 他还不会说话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说话的呀 然后就能知道他想干什么了 那么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呢 亚历山大 我觉得亚历山大是想出去逛一下 他还不会走呢 但是他可以坐着婴儿车出去 这婴儿车看上去真不错 当然 五档调速 挡泥板 还有防暴死制动系统 完全听不懂 你们说的话实在太深奥了 亚历山大很喜欢听你说话 我需要睡觉 然后做梦梦到尼坑 今天是跳尼坑大赛的日子 猪爸爸穿上了他的跳尼坑专用运动服 真是糟糕 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 我把靴子送给了猪爷爷 让他在花园里穿 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 居然变成了原意用的靴子了 你还有别的靴子 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呀 你好啊 猪爷爷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 是的 猪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 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 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 猪爷爷在猪爸爸的幸运金靴里 种上了番茄 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尼坑比赛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儿见面吧 所有的人都来看猪爸爸的跳尼坑比赛了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 我 鼓豆先生吧 好嘞 祝你好运猪爸爸 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 它们在这儿 谢谢你猪爷爷 谢谢你猪爷爷 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儿 好 现在有请猪爸爸来跳尼坑吧 猪爸爸正在思考 各就位 预备 跳 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 我一定要成为泥坑 哇哦 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 呵呵呵 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猪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 哈哈哈 大家都已经和尼坑融为一体了 这是新的世界记录 太棒了 我的爸爸是冠军 原来是一只乌龟啊 这只乌龟的名字叫小土豆 你好小土豆 知道吗 小土豆已经睡了一整个冬天了 哦 他为什么要背一个壳在背上呢 这个壳就是他的家 当他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 你们想要摸摸他吗 是的 我想 不要害怕哦 小土豆 那么他现在几岁了呢 小土豆已经有三十一岁了 那他和我妈妈一样大 其实呢 乌龟可以活大概一百年的时间 那就和我爷爷一样老了 为什么他走路那么慢 因为他的背上背着他的房子呀 嗯 藏鼠兽衣 我觉得小土豆好像要逃跑 他不会走远的 因为他走得非常的慢 我还有一些别的宠物 要给你们看哦 恐龙 哦 乔治 不管什么东西 你怎么是说恐龙恐龙 哦 还真的是一只恐龙呢 哦 他并不是一只恐龙 他的名字叫露露 是只蜥蜴 你好啊露露 他有鳞片 就像龙一样 那么他能够喷火吗 不能 不能 但是呢 他有一条长长的舌头 哇哦 那么他也会像小土豆那样睡一个冬天吗 不会 哦 小土豆去哪儿了 小土豆 哦 糟糕 乌龟小土豆已经逃走了 别担心 别担心 藏鼠兽医 我们会找到他的 他会在音乐室里吗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吗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 他会不会躲在外套的后面 小土豆也没有躲在外套的后面 不哭不哭不哭 猪妈妈来接佩提和乔治回家了 妈妈 爷爷帮我们把布谷鸟终修好了 真是太好了 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旧电脑 我可不会修这个东西 它没有坏 我有一台新电脑了 我想你会要旧的这台 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需要电脑啊 一台电脑 它能干什么呀 你可以用它打出字母 看着奶奶 A B C D 还有数字 一 二 三 我担心我们会按错按钮 然后就把它弄坏了 不用担心 你们是弄不坏的 只要你们不要喂它牛奶 或者是饼干 或者是果冻 最棒的一点是 可以用它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当你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下一个蛋 我很擅长玩这个游戏 但是乔治玩得最好 看起来很有趣 也许我们应该留下这台电脑 你说对不对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电脑呢 猪奶奶 是的 我们去打几个数字 还有字母吧 佩奇和她的家人在吃午餐 我把旧电脑送给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这是好事 我想知道他们用得怎么样了 你好 我是小猪佩奇 佩奇 我打来是想问一个和电脑有关的问题 是爷爷 他把那台电脑弄坏了 这个可以吗 哇 谢谢你爸爸 是个金奖杯 没错 这是金色塑料的 冠冠的奖杯来了 它是由金色的塑料做成的 哇 你爸爸的货车里面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啊 没错 我们比赛 谁先骑刀佩奇家 比赛现在开始 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它就消失了 哦 如果你们按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播放唱片了 小朋友们一起到达了终点 所有的人都是冠军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奖杯 怎么办 我货车里的冠军奖杯 够颁给所有人 太棒了 狐狸先生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货车里面没有的呢 你说呢 你的货车里有扳着钱吗 四贤还是五贤 你的货车里肯定没有树 对不对 苹果树梨树 我敢打赌 你的货车里肯定没有火箭 五个一盒的 那么你有小鸡吗 一只小鸡 狐狸先生的货车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一辆超级货车 是的 没错 走吧 弗雷迪 我们该回家了 大家再见了 再见 请问一下你有充气城堡吗 有 那么有没有花盆呢 有 我有所有东西 哦 我的车没有油了 狐狸先生的货车里什么东西都有 但就是没有汽油 嗯 这么看来我得去一趟加油站了 我可以拖你过去 但是我没有拖车绳 哦 我们差不多该降落了吧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紧急呼叫救援直升机 好 马上就到 你们真幸运 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公牛先生正在挖路 母 你们好啊 兔小姐 我们有根很大的金属管 需要你帮忙提起来 好的 公牛先生 你要怎么把那根大管子提起来 用我的 大磁铁 太棒了 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根管子呢 呃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我知道了 我就放在这儿吧 这样别人就会很轻松地找到它了 现在我可以送你们回家了 那么爸爸怎么办呢 你好哦 祝爸爸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吗 兔小姐会顺路送我们回家的 好的 爸爸 爸爸 我们一会儿往上飞 一会儿往下 还绕着圈飞呢 哦哦 太遗憾了 我竟然都错过了 一会儿家里见 谁把这根管子放在这儿的 我知道了 我可以绕路走 嗯 这路上到处是泥 加油啊 开过去 猪爸爸我还要回家呢 猪爸爸被困住了 我可以叫狗爷爷 让他用拖车来救我 你好 这里是修车厂 我被困在泥里了 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一下 对不起猪爸爸 我再搬一根巨大的金属管子 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路中间了 我帮你转给下一个负责救援的人吧 你好 这里是消防队 哦 这个叫做低音鼓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但它是这样发声音的 坎迪这个乐器叫做呱呱 它是来自非常非常遥远的南美洲 哇哦 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呢 这个是我假期的时候去买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叫做沙锤 这是我在西班牙度完假之后 带回来的 这是一个三角形 我爸爸是十个十个一盒 这样卖出去的 谢谢你弗雷迪 我已经了解了 你不需要去度假就可以买到它们 谢谢你 这是什么 你拿的我们叫它响板 我爸爸也卖这个的 五个五个一盒卖 谢谢你弗雷迪 欧雷 像这样就是响板演奏的方式了 给你吧 艾米丽 那我是不是还要跳舞呢 不用 响板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我看到瑞贝卡手里拿的是波 是的 现在你们知道各自乐器的声音了 你们就可以一起演奏了 准备 好了开始 停停停 你们演奏的不是音乐 听上去都是噪音 谁都可以邦邦邦的敲 如果想演奏音乐 你就要听听旁边的声音 然后再保持同一节奏 可是林阳夫人 我没办法一边听 一边演奏乐器 你会拍手吗 会啊 如果你会拍手 就能发出音乐声 所有女孩跟着我来坐 男孩们一起来 林阳夫人把拍手声变成了音乐 然后停 你们大家好啊 你不是在上班吗 没错 但是我忘了带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爸爸 你看我们正在转纸飞机呢 我们做了一架超级大的纸飞机 哇哦 真是太棒了 你需要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来帮助他起飞 准备好 预备 飞吧 这个大大的蓝色飞机飞得非常高 非常远 飞机一直在飞呢 再见了飞机 呵呵呵 再见 好了 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那些重要的文件了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那些文件呢 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 这个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 是的 这是其中一张 那么再来看看这一张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呀 爸爸 没错 谢谢你 佩奇 呃 我们为什么要来鸭子的池塘呢 哦 我知道了 谢谢你了 鸭太太 现在我还缺最后一份文件了 是一张很大的蓝色的纸 嗯 是大大的 而且是蓝色 是不是像那个被你飞得远远的纸飞机呢 爸爸 哦 嗯 我们还对着他说再见的那个 是的 也许我应该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这里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你好 猪爸爸 你找到那些文件了吗 我只找到一部分 我们最需要的是那张大的蓝色图纸 这个恐怕有点麻烦了 他被爸爸扔掉了 他被扔掉了吗 他飞呀 飞呀 飞得很远很远 哦 在这儿呢 他刚刚落到我的桌子上了 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呀 把这张蓝色的图纸折成纸飞机飞过来给我们 哦 没错 是的 妈妈 你会吹口哨吗 我不知道 我从没试过 这个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行 我能吹 猪妈妈会吹口哨了 你会吹口哨是因为你年纪大 妈妈 谢谢你 佩琪 乔治在卧室里玩着他的玩具火箭 乔治 我在学习吹口哨 吹口哨就是要把嘴巴绝成圆形 然后吹气 别担心 乔治 这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的 这就和动耳朵是一样的 乔治可以动他的耳朵 吹口哨可比这个难 乔治也会吹口哨 怎么了 佩琪 我不会吹口哨 但是其他人都会吹 不要难过 我在做饼干呢 你想要填一下勺子吗 谢谢妈妈 请问我可以给小杨苏西打个电话吗 好的 佩琪 你好啊 朱太太 你好 杨太太 请让苏西和佩琪说话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琪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学习吹口哨 但是我还没有学会呢 听上去好像很难啊 根本一点都不难 你会吹口哨吗 苏西 不会 太好了 我是说很遗憾你不会吹口哨 但也很好 因为我也不会吹 到底什么是吹口哨啊 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 然后吹气 像这样吗 在吗 佩琪 这个 我们先看看外面积了多少雪吧 哦 爸爸到哪里去了 哦 这是个会走路的雪人 我现在好冷 是个会走路会讲话的雪人 哦 原来雪人是爸爸呀 可怜的猪爸爸 让我们来帮你吧 猪妈妈佩琪还有乔治 用毛巾擦猪爸爸的身体 好让它暖和起来 现在好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去海边了吧 可外面的雪怎么办 我觉得今天的巴士可能不会开了 嗯 兔小姐的巴士开到了佩琪家门口 哦 我的天哪 这么多雪 你是怎么开过来的 因为我有一个大雪产啊 雪产把路上的积雪清除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琪 佩琪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 下一站 海边 太棒了 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 在往路上撒沙石 防止车子打滑 你好 公牛先生 哦 你好 兔小姐 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去海边的路 都已经畅通无阻了 太好了 我们正要去海边呢 你想不想一起来 不用了 谢谢你 兔小姐 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洒沙石呢 再见 再见 公牛先生 再见 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的愉快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整个海滩被白雪覆盖了 海水看起来很冷 我还盼着可以下去游泳呢 你还是可以游泳的 谢谢大家